天气好热,狐狸猫和伙伴们下课聊天,开始期待暑假的到来 啊,好热,好热,好想赶快放暑假 啊,天哪,最近的蚊子也太多了吧 你看我的腿,已经被钉成红豆冰了 蚊子会传播疾病的,例如灯格热 你们在讨论什么啊,这么热闹 老师,小树蛙说蚊子会传播灯格热 灯格热不是南部才会流行吗 以前,灯格热主要在南部流行 最近几年,却有往北迁徙扩散的情况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全球暖化 让原本较冷的地区气候变暖,更适合蚊子繁衍 地球为什么会暖化呢? 暖化是如何发生的? 全球暖化的原因有许多 其中,让暖化加速的主因却是人类 人类?人类为什么会让全球暖化呢? 十七世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 工厂排放黑烟,产生了很多温室气体 例如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像棉被一样包裹住地球,减少热量散出去 地球的温度就渐渐变高了 哇,老师,那地球不就这样变成热包子了? 是啊,地球温度一年将比一年高 你们想想看,暖化除了让北部蚊子增加,还可能造成哪些影响呢? 我知道,暖化会让南北极的冰融化,威胁北极熊的生存 没错,再想想看,冰融化成水后,水都去哪里了呢? 水应该会流进海里吧? 海水变多,海水面会上升,使较低频的陆地被海水吞没 台湾会被吞没吗? 有可能哦 首先,西部沿海将被海水吞没 很多人的家将会因此消失 大家知道吗? 已经有一个叫做土瓦鲁的国家 因为海平面上升,面临灭国的危机了 天哪!原来暖化的影响是这么严重 全球暖化除了改变生物生存的环境 影响生物物种的分布 也可能降低物种多样性 全球暖化必导致高温、低湿度 火灾的风险就上升 比如,2020年美国的野火足以烧掉半个台湾哦 大面积火灾,生物根本无处可逃 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严重受到影响 我还知道,2020年是澳洲有纪录以来 最温暖干燥的一年 那年,大火连烧四月 烧毁十万平方公里的林地 烧掉十一只动物 许多温暖熊在森林哭泣 不仅是这样哦 温度上升也会影响生物的生理运作 渐渐影响到我们的作物收成 有研究显示 晚间最低气温上升一度C 稻米收成便会减少一成 乳牛的产乳量也会因为温度上升而下降 粮食减少可是会直接影响生活的 光是全球暖化这个议题 就造成了这么多危害 还有其他议题也对环境带来冲击的吗 我们之前学习过的 heeple的概念 也都跟人类活动有很大的关系 没错 狐狸猫和小树蛙都说得很好 还有吹冷气也是破坏环境的元凶哦 冷气耗电量高会用掉很多能源 应该也是造成暖化吧 是的 早期使用浮氯碳化物当冰箱或冷气的冷媒 浮氯碳化物会破坏臭氧层 增加紫外线到达地球的量 容易造成白内障或皮肤癌 近期的冷媒虽然改用轻浮碳化物 以减少对臭氧层的破坏 但该成分却是比二氧化碳还可怕的温室气体 更容易造成全球暖化 蒂里克也教过 烂肯烂发会破坏水土保持 也是人类破坏环境的结果 确实是 植物的根可以吸收土壤中的水分 使土壤强度增加 所以有助于水土保持 而且不同根系的植物对于水土保持的程度也有差别 双子叶植物的根为轴根 能像钉子一样深深扎进土中 可以巩固较深层的土壤 所以如果砍掉山坡地上原生的双子叶植物 改种单子叶的檳榔树 也会破坏水土保持哦 原来 要做好水土保持 选堆植物种植也很重要 哇 对人类便利会带来这么多环境危害 环境保护的问题 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就需要从改变自己的行为做起哦 如果不做 也会危害到我们哦 我知道 不做垃圾分类 会严重造成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不只有表面上的影响 有些毒性物质 例如重金属和化学物质 会透过生物放大作用 让毒素影响到人类 生物放大作用 那是什么啊 生物放大作用 是指环境中有些毒性污染物质 被生物吃进去之后 不容易被生物体排除 它们会随着食物链的传递而累积下去 所以越高级消费者体内的毒性物质 浓度会越高 那我们食用鱼类和肉类的时候 也会让那些毒性物质 累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吗 没错 所以保护环境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哦 大家今天一起讨论了这么多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我们来验授一下大家知道了多少吧 以下何者对环境有意 A. 工厂使用化学燃料排放废弃 B. 山坡地开垦种植冰榔 C. 随手关灯节约能源 D. 农田边焚烧枯叶 正确答案为 C. 趁热打铁 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小知识吧 1. 温室气体 如二氧化碳 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因 2. 全球暖化会改变生物生存环境 影响生物生存 3.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冲击 1. 早期冷酶使用浮氯碳化物 会破坏臭氧层 2. 近期冷酶使用轻浮碳化物 造成温室效应 3. 重金属或某些毒性物质 会随着食物链 累积在较高级的消费者体内 称为生物放大作用 4. 人类烂肯烂发 破坏土地 也会破坏水土保持 你们知道吗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 有企业也利用竹子制作单车 一起倡导节能省电的重要性 你呢 是否也有节能又环保的生活小诀窍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